接下來看到南投凱凱遭到保姆領域懼死 負責此案的全姓社工 先前因為被檢警上銬 引發了社工技不滿 今天上午是有上百面社工 他們來到了衛福部前面來抗議 提出五點訴求 當中就批評衛福部開兒虐檢討會的時候 曾經要求說社工未來要提高訪視的頻率 但是他們認為這麼做是無法阻止 刻意去隱藏的犯罪行為 所以希望收回這樣的要求 衛福部表示在四月子之前 會找來專家還有學者來進行討論 不過我們說到針對這起個案 女社工她遭到上銬的原因也曝光 主要是檢警查出了 這名社工是有聯手保姆欺騙了醫師還有檢警 一次造假了訪視資料 才會遭到上銬移送 上百名社工集結在衛福部前 大聲呼喊口號 陳抗社工手拿旗幟拉起布條 寫上挺社工等標語表達他們的訴求 一歲男童凱開招保姆虐死負責此案的誠信社工 疑似在訪釋報告中作假隱瞞實情 外界踏罰誠信社工失職 他也遭警方依偽造文書過失致死等罪嫌 尚靠送辦 但這一幕卻引發社工界不滿 台北市社工工會發起連署號召社工二十號早上 到南港區衛福部門口抗議提出五點訴求 包括別把社會安全網當成社工網要求重開兒虐檢討會撤回提高社工訪視頻率保障他們的職業安全避免被肉搜 以及落實社工薪資制度減輕工作負擔 開開案件還在眼前誠信社工難辭其咎 社工工會這時走上街頭要求衛福部回應訴求 記者綜合報導